那么下面我们继续进行今天周易概论课程的讲述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所谓的真 那么我们说这个真在历史上有两种解读 第一种呢是把它解释成正的含义 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和周易的这个原始状态有关了 解释成这个占卜的这样一个含义 那么解释成正的含义就说的是 坚持正确的东西 那么是你事情成功的一个核心要素 那我们说这个地方显然没有太多的解释 当然有的同学会问了 那什么是正确的呢 那我们前面讲源 讲亨 讲利 已经把什么是正确的讲得非常清楚 所以这个真所谓坚持正确的 实际上就对前面的三个品质的一个总结 你能够执行合一 你能够追求美好事物 你能够做到义和利的相互一致 相互契合 那么你就是能够成功的这个核心所在了 所以我们说这一点是非常合理的 就是我坚持前面正确 坚持前面好的这个态度 能够准确的认识这样的一种品德 落实 那么就是我成功的这个主要因素 那么第二种含义呢 它是强调了占卜的功能 但是我们说需要大家注意的是 我们也曾经跟大家反复强调了 这里的占卜显然不同于 我们一般意义上所理解的占卜 因为什么呢 我们说在中国古代 特别是在先秦时代的占卜 它实际上是当时的人们 学习和认识 把握天道的这样一种方式 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认为 这个客观世界摆在那里 那么天道循环摆在那里 它不受到人类的力量的干预 所以我们对于天道和自然 只能是一种学习的态度 我们可以顺着它做一些 那么小的规则性的变动 但是不可能改变 它的一个大的方向性的问题 好了 那么在学习和认识 这个天道的过程当中 我们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和什么样的方法 就变得非常重要 事实上我们说在中国古代 战事最早其实就是一种 学习和认识 把握天道的这样一种方法 我通过这样的一个形式 外在的形式 战挂的这样一个形式 来获得上天对我的一种启示 这样的一种启示 实际上就是把天道放在我面前 然后我对这个天道 加以认知 加以把握 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 那么我能够非常好的理解和把握天道 那么按照天道去做事 那么实际上什么 实际上就是一个学习和落实的过程 所以这个地方需要大家注意的是 周易和战事的关系 我们之前介绍了 大家一定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不要把这个战事理解成 我们现在一般意义上的街头的 什么算卦等等 那样封建迷信活动 这个是有所区别的 也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态度之下 我们说实际上他的这个追寻 包括他算卦追寻的目的 就是那个天地正道 就是那个天地正道 所以他后边说 真不足以干事 说你坚持这个正确的道路 就能够成就所谓的事情 所以好了 坚持正确的是你做事的核心 你只要坚持正确 事情一定能够成功 所以这两者之间 是一个相互相成的关系 同时我们说 去算卦 目的也在于什么 那么正确的去把握和认识 所谓的天道 所以这个论语当中 形容孔子有一句话 叫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那么孔子为什么知其不可为 还要去做呢 就是他认识到 那么有一些行为 尽管在当时 有各种各样的阻力 有着非常大的风险 但实际上我们说 他和那个正道是相一致的 他只不过是在当时 我们说天道的这个 显现 在显现的过程当中 出现了一小点问题 他并不代表了 真正意义上的天道 好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就要去理解和把握 那个真正的天道 哪怕在这个过程当中 遇到巨大的困难 莫大的风险 我们都要无所畏惧 这就是知其不可为 而为之的这样一种精神和情怀 所以在这样的情怀之下 我们说我们有两句话 给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句话是社会当中的 说一为君子某不为小人某 那么强调什么 强调的就是我们学习周易 即使是沾算体系 在它实际沾运用的过程当中 也往往要考虑这个事情本身的 道德属性 像我们之前曾经给大家介绍过的 《作战国语》当中的一些势力 就充分说明 一个事情能否成功 本身和占卦人 个人的品行 品德 具体行为 以及这个事情 是不是合乎人伦伦理 那么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凡是那些被理而行的人于事 那么最终 即使通过沾算 也很难获得一个好的结果 因此我们说这一点 是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 就是强调了 那么周易的这个沾世 它实际上和天道是相一致的 它是作为君子行动的 一个指导原则 而不能够去给小人 提供一些方略和知识 那么这是第一个方面 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什么呢 我们说 孔子说的 仁义求机得心求福 那么这是在这个 出土文献马王追博书 《译传》当中记录的一段话 就是孔子和他的弟子在一起对话 谈到战事这个问题的时候 孔子说五百战而七十当 说我算一百次 大概能算对七十次 说但是呢 我后期祝福 但是我研究周夜 我把这个算卦放在最后面的位置 我观其得意耳 我重点看的是什么 看的是他当中讲的那些品德性的东西 因为孔子仅仅仅说了 说君子仁义求机得心求福 说一个真正的君子 他获得幸福 获得吉祥的方式是通过什么 是通过自己合乎天道 合乎伦理的这样一些行为 你能够首先想到去有利于别人 那么自然而然就能够在利物的过程当中 收获利己的一个方面 你在这个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 你能够把机会那么给那些更有需求的人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 在制定礼仪的过程当中 我去充分考虑了到那些弱势群体 让他们在礼仪的帮助下 能够获得一个更加平等 更加自由的环境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在成就别人的同时 也就成就了你自己 所以孔子这个地方 他强调就是 我们要想实现事业 我们要想完成自己在这个社会的工作 那么离不开对于仁义和品德的一种追求 再一个我们在这个之前曾经提到了 那么什么能够称之为事业 那么所谓的事业 实际上恰恰指向的就是所谓的 那我们说对社会有利的这样一种行为 据而错天下之民为之事业 也就是说我的这个工作 我的这个行为 能够有利的帮助社会当中全体的人 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就是事业 相反如果我的这个行为 只能够帮助我一个人 那这不能够称之为事业 所以我们说有的时候 我们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说我们加以区分就是 有一些事情是有事业情怀的 有一些人 有一些人那是有职业态度的 我职业态度就是 我做好我自己的本职工作 我通过我的本职工作获利 通过我的本职工作能够为这个社会 贡献一点 但是我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个人获利 那我就是一个职业的态度 但翻过来我终极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获利 而我可以为多数人的利益 牺牲我个人利益的时候 那就是一种事业情怀 所以我们说这个地方 这个还是需要大家去下一区别 那么通过我们对于 圆横力真这四个字的表述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过程当中 事实上我们说 君子的这样一种形象就已经跃然至上了 那么君子的这个所为 他在这个社会当中应当去做什么 就已经非常明晰了 所以我们说在文言传当中 上来对于圆横力真四个字的表述 这四种品德的这样一种表达 实际上很清晰地告诉我们 作为一个君子应当如何去做 应当做些什么 他的这个君子所为 到底体现在哪样的一个层面上 那么这是需要大家所注意的 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 好了 在这个文言传当中 在介绍完这四个品德之后 在他后面的内容当中 就对于钱卦和坤卦的 那么卦谣词展开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论述 那么他这个论述是非常详细的 其中钱卦解释了四遍 那么反复解释 那么坤卦解释了一遍 当然我们说对于钱卦的重视 以及对于坤卦的这样一种轻视 那么可能和他这个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说有一些解说还是非常的经典的 那么在这里我们拿出 那么当中的一部分 那么来给大家进行一下分享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 那么今天的课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